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带来一个男子在墓园工作,他发现下葬的尸体七天后都会出现诡异变化的故事。 与死神同名的弗兰西斯卡·德拉莫提是布法罗拉公墓的守墓人,与驻守纳吉一同管理这座公墓。 德拉莫提虽然长相好看,但他对女性却没有一点兴趣,因此镇上的人们都盛传他身灵有问题,视他为怪人。 不久前,公墓出了怪事,被下葬的人七天后会苏醒过来,并且会发生诡异的变化,最终成为一个杀人僵尸,只有打爆他们的头才能让他们彻底消停。 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,但对生活无尽悲观的德拉莫提并不关心来龙去脉,同时他也害怕与外界的现实世界有所接触,所以他并没有对市长上报此事,因为他担心政府部门知道情况后,会勒令关闭墓地,这样他和纳吉就再无其身之地。 就在这样活在孤岛日复一日与死神为伴的生活中,一个女人闯入了德拉莫提的世界,她来到公墓参加丈夫的葬礼,一向对女人没有感觉的德拉莫提竟然被对方打动,并且一见钟情。 虽然初次见面有一些小误会,但这个神秘女人发现德拉莫提有一个不至精致的骷髅洞后,竟然立即对她产生了好感,两人不久便坠入爱河。 然而,女人的丈夫却在一个夜晚变成僵尸,趁女人和德拉莫提缠绵之际咬伤了女人,女人立刻昏厥过去。 德拉莫提赶紧杀死僵尸,抱歉自己心爱的女人来到骷髅洞,并守护在她身边。 她悲痛万分,以为神秘女子已经死去,为了不看她变成僵尸后的恐怖模样,她照住眼睛,在女人醒来后,就打抱了她的头。 不久后,市长为了拉选票,邀请德拉莫提和纳吉一起共进下午茶。 纳吉对市长女儿一见倾心,但由于纳吉是个智障,市长女儿非常嫌弃她,并对她冷嘲热讽。 纳吉很沮丧,回到公墓后,整日沉浸在悲痛之中,无法自拔。 谁知没过几天,一大批尸体被抬进公墓,原来市长女儿和一帮流氓机车党去飙车,和迎面驶来的巴士相撞,包括市长女儿在内的多人当场死亡。 虽然前来吊咽的人都面带悲伤,但纳吉却一个人在一边窃喜,因为他知道市长女儿还是会变成僵尸活过来的。 果然不久后,这批死人果然都变成了僵尸,德拉莫提更是在这群僵尸中发现了昔日的爱人。 他震惊无比,这才意识到当初他根本就没有死,是他亲手杀死了自己唯一爱上的女人。 僵尸女人趁他不备,咬伤了他的脖子,幸好纳吉及时赶来将女人砍死,这才保住了提拉莫提一命。 一日,警官前来公墓,要找纳吉做笔录,纳吉的房间阴暗而凑齐熏天。 德拉莫提这才发现,纳吉早已把变成僵尸的市长女儿圈养了起来。 就在这时,市长忽然出现在公墓,要求挖出女儿的尸体拍照。 原来,枪击案导致市长选举不利,他打算利用女儿尸体卖惨薄同情。 然而,市长到了公墓才发现自己的女儿成为了僵尸,还来不及质问就被女儿咬死了。 为了不让僵尸害人,德拉莫提当场抱了市长女儿的头。 不久后,新任市长就走马上任了,他带着一个秘书来公墓视察。 德拉莫提吃惊地发现,市长秘书和自己昔日的情人几乎一模一样。 似乎是命运的召唤,市长秘书也被德拉莫提吸引,恍若是前世的爱人。 但市长秘书很排斥男欢女爱,并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在这件事上与自己达成一致。 为了彻底留住市长秘书,德拉莫提毫不忧郁地找到医生,要求对方为自己做切除手术。 医生于心不忍,就给他打了一个能够短暂失去能力的真剂。 忍受了几日的剧痛后,德拉莫提恢复了体力,可等他再见到市长秘书,竟然得知他被市长欺负了。 而这非但不让他感到悲伤,反而让他发觉了男女之间情势的美妙,于是他决定离开德拉莫提和市长结婚。 崩溃的德拉莫提晨夜买醉,一晚,一对女大学生想要搭他的车回宿舍,德拉莫提本不想搭理, 但发现其中一个女孩竟然也和自己昔日的爱人一模一样,于是他便又着模式地送他们回了宿舍。 到宿舍后,这个女孩开始诱惑德拉莫提,甚至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,这让德拉莫提欣慰无比, 以为自己的爱人又回来了。 然而不久后,德拉莫提从女孩社友口中得知,他们其实都是靠出卖自己赚钱的, 这个女孩不久后就会跟他要钱,而如果说我爱你的话,开价会更高。 德拉莫提听到这里,对女人和爱情彻底死了心,他一把火烧了女孩的宿舍后就离开了。 回到宿舍后,德拉莫提第一次感到自己异常孤独,他无法面对三次遇见同样的女人,却求而不得的爱情,更无法忍受每天屠杀僵尸的工作。 他预感自己被死神清点,或者早已被死神附体,因为在他的世界,只有生死,没有情爱。 德拉莫提打算带着纳吉走出这个小镇,去看看外面的现实世界,本以为开出一条漫长而漆黑的隧道后会离开这个封闭的孤岛, 而满怀期待的德拉莫提却忽然发现,这条隧道的尽头既是断崖。 德拉莫提一个急刹车停在断崖旁,纳吉撞伤了头并晕了过去,他以为对方死了,便又拿出手枪要抱头,不料纳吉却缓醒了过来。 不仅如此,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正常人,不再智障疯癫了。 德拉莫提意识到一直以来,纳吉不仅是自己的助手,更已经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。 虽然他感到两人就像被困在了一个坚固的水晶球里,但他已经决定接受事实,继续活下去。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《魔戒坟场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。 喜欢我的亲,不要忘记关注我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